三名南亞漢肩頭行劫案 警方星期四晚在建德街遊樂場 拘捕一名南亞裔男子承認同案件有關 更加公清自己與上星期四 元朗大祈嶺村的偷單車案有關 事發在星期三晚10時多 一名90後聖蕭的男人 在元朗朗河路港頭村找朋友 途經停車場時被三名南亞人打劫 先被一個南亞人用顏襪肩頭 之後再被其餘兩個人搶走一千元現金 智能手機和銀包 由司機見到報警 被北村頭的事主經治理後出院 他說當時漆黑一片 看不清對方的樣子和武器 但形容他們出手非常凶狠 又用謊言商討策略 港頭村聖長的村長說 村內治安一向良好 但近年越來越多南亞人出入 涉及他們的罪案亦增加 南亞裔的問題都跟警方反映過 他都有跟進過 反映過了 他希望當局設街燈和加強巡邏 OEN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最少可能是朋友 還是ねぇ 先生的秘密